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我是蔡佳芸 台北宁夏夜市有家沙茶牛肉 店员个个貌美如花 她们全是老板娘的宝贝女儿 亮丽的外形是夜市里最亮眼的焦点 盘子上卖了60多年的招牌沙茶炒牛肉 选用温体牛后腿肉薄切0.2公分 拌着浓郁沙茶香 吃来肉嫩滑口,超级下饭 还有客人超推荐的控肉饭 卤到入味的肥美腿裤皮Q肉嫩 配上脆口的笋干,味道相当迷人 因为营业到凌晨 是不少夜猫族吃宵夜的口袋名单 茶茶茶茶茶 有没有位置可以坐,几位呢 老板娘周苏英和四个漂亮女儿 热情招呼客人 看上去就像是五姐妹 不只人美,她们做的沙茶牛肉 更征服不少韬客味蕾 她们的食材都很新鲜嘛 所以那个肉啊吃起来都不会有那种味道 对,然后吃起来就是 沙茶的味道就是很香 因为她们的牛肉比较特别 因为它有特别做处理 所以吃起来会比较嫩 沙茶牛肉成功收服客人的胃 是因为选用当天现载温体牛 周苏英特别挑选俗称头刀肉的内侧后腿肉 筋肉少,肉质细腻 切片厚度也更讲究黄金比例 那个厚度啊,我平均差不多做差不多0.2吧 因为你如果太薄了,也没有口感 你太厚了,一熬不动 所以我基本上我如果说切差不多0.2左右 只有我抓一些太白粉了 那吃起来它就很滑 牛肉要吃来滑嫩不老 下锅爆炒的时间就得和时间赛跑 像蒜头啊,像葱啊,辣椒啊 我下锅以后肉我就会下去了 这个肉你如果说中药要不坏我 你没有顺序,它就会焦掉了 应该差不多15秒20秒左右就一盘上来了 精准掌握时间和火候的沙茶炒牛肉 牛肉和青菜稀饱浓郁沙茶酱汁 肉嫩滑口不会过于干柴 搭配脆嫩的空心菜 鲜香爽脆的滋味 就算多扒几碗饭都不成问题 我觉得他们炒得很入味啦 所以它的菜跟肉其实是很合 如果你有喜欢配饭的话 我是都会点一个牛肉跟饭这样子 喜欢吃面的朋友更不能错过 喷香十足的沙茶牛肉炒面 西部酱汁的油面条条分明味道香浓 吃来Q软不烂,越吃越耍脆 老板娘周素英16岁就和家人 在夜市卖鲜鱼汤 35年前她和先生 向阿姨学习沙茶牛肉 夫妻俩就卖起这股味道 只不过5年前先生因病退休 4个孝顺的女儿决定接手分担佳绩 他们给我分担的那个事情太多了 比如说老爸 他专门在做这个控肉 他都可以夹到手抖筋 他一直盛办,他一直拿出去 那老大跟老师他们两个就会轮流 你炒累了就换我上场 他们两个会去轮流的 飘香的古早味控肉 有着一家人齐心卤制的味道 原本是私房菜 但因为太受欢迎 周素英干脆拿出来卖 里头还加入能回甘的小秘方 它的秘密武器就是那个笋 因为它是很,它会脆 这个东西本来是我老公那边的 那个私房菜 就是一些叔叔阿伯 他们做起来的家乡的一些特色 脆嫩的笋丝在卤锅中释放出酸香滋味 令人闻了食欲大开 酱香十足的香浓控肉饭 Q软香嫩的腿裤肉 滷到了味道咸香勾人食欲 满满的胶质吃来黏嘴不油腻 瘦肉鲜美每一丝都鲜甜入味 配上脆口的笋丝 味道甘甜超级下饭 非常入味啊 然后就是那种酱汁配上米饭 那种很刚好融合在一起的 味道真的是很好吃 再搭配这一盘辛香开胃的 泰式凉拌牛肚 更是韬客吃饭的美味 牛肚紧紧巴附洋葱和酸甜辣椒酱 Q软爽脆 会让人一吃上瘾 煎蜜煎包 攀位上外形搅好的漂亮四千斤 从外场服务到后场掌厨 每每成为客人注目的焦点 他们轮流接力不让周素音操劳 小女儿更时不时黏着妈妈撒娇 感情有如好姐妹 你最假啦 最不乖啦 女儿基本上也蛮开心果的啊 有时候客人 客人没在排队 她就要抱抱啊 她几岁了 周素音和女儿开心拥抱 感情浓密令人称陷 虽然四个女儿孝顺又贴心 但回想当初为了求生儿子 可是费了好多心力 真的老师都哭了 他老师那更不用讲 但是回想起来 我那个时候一直指索 算要生男孩子 其实不一定是好事耶 因为我四个女儿都很团结啊 而且她们的感情非常好 这锅热情澎湃的香浓牛杂汤 乳白色汤汁 有如周素音和宝贝女儿的情感 时间越久滋味越是醇厚 味美香浓的牛杂汤 牛肚牛腩和牛腱炖 炖到了软嫩鲜甜 带有些微嚼劲 喝上一口鲜美回甘 含有牛肉精华的乳白色汤汁 浑身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牛肉我觉得很嫩 像我家人有的牙齿不好的 是很方便可以吃的 所以汤头就是很香 然后你可以请她多喝 那个汤还可以蓄 如果你觉得不够喝的话 现在周素音已经是五个孙子的阿嬷 保养得宜的她外在容貌 完全不输年轻美眉 有名下夜市最美阿嬷的称号 有人说你是最小的阿嬷 没有 妈妈港澄 没有 没有 可能是每天吃牛肉吧 天生乐观开朗的性格 在访谈之中展露无遗 周素音对自家料理充满信心 攀子也才能在夜市群雄之中 始终屹立不遥 因为这长久以来这些客人 他帮我养大小孩 所以我现在都有回馈的心 觉得你东西品质上面 你一定要法官 还有我的沙茶从来是不换的 周素音肩负阿姨传下来的招牌 是传承也是使命 她从小在夜市长大 小成自己是被夜市养大的女儿 如今四个宝贝千金回家接手 让古早味沙茶牛肉更增添幸福的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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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